你们是诚意不够吗 其实应该这么讲 没有邀请 从头到尾都没有邀请郭董来参加吗 那明天这个创党大会 到底有哪些政治人物或名人 会跟柯文哲一起来创党 我想这个部分我先回归到一下 其实明天的一个创党大会 它是依照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申请政党的续知 它明天其实只是第一个部分 是召开成立大会 所以这个成立大会 其实它是以政党的创始党员 为内部的会议 去做一个这样子的程序完备的过程 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组党大会 它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程序的成立大会 所以明天会出席的部分 当然会有超过100位的创党的一些党员 那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年轻朋友 因为它的所有的名单 它当然有涉及到各自的部分 那我们也在征询 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子的名字透露出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明天绝对在现场 创党的党员都会排列 坐在我们所有的现场里面 那当然啦 你都已经决定要创党 有什么好隐晦的 120个人当中 那当初到底有没有发出对郭台铭的邀请 有没有 你怎么了解 120个人当中总是有些知名人物嘛 有哪些呢 确实是有知名的人物 那有年轻的朋友 当然也有非常多支持市长的一些亲朋好友 甚至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幕僚 其实都有在里面 那当然刚刚有讲到说没有邀请郭董 没有邀请到姚立明老师 但其实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 回归到原来的成分 它其实是一个完成程序的过程 所以在明天的一个租党大会上 其实他并没有发所谓的邀请函 那柯市长自己也有表明说 其实明天的会议我们也没有邀请任何的政治人物 那只是一个要完备内政部程序的过程而已 所以柯文哲是确定他要组党 确定2020不选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选不选 当然市长常常讲 9月17号就知道 如果有登记就有选嘛 那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件当然还是在市政的部分上面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还是以明天 创党的一个组党大会 在这个成立大会为主要的要务 所以你说9月17号 依你对于柯文哲的了解 你也曾经在补选的时候呢 希望他赶快到这个中央 你也跟随他到中央嘛 所以你自始至终其实蛮支持他去角逐大位的 以几率来讲 大家现在都讲几率 杨老师认为郭台铭 他认为5050还很难讲 甚至他认为郭台铭参选的几率 好像在下降当中 可是有尚义夫主官认为 郭台铭主官认为百分之百会参选 2020的总统大选 你自己的主官认为 柯文哲呢参选总统的几率有多高 其实我应该这么讲 像刚刚那个幼童杰有讲到吗 其实大家都在讲说 那到底市长跟郭董会不会合作 会不会配在一起 那我想讲的是其实前几天 当这个市长阻挡的消息 沸沸扬扬在媒体上讲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媒体上其实声量最高的 是叫做育儿补贴 所以育儿补贴这件事情 其实是人民生活中 非常重要非常关心的 你是说苏贞昌所抛出的 育儿补贴 8月1号开始 对那当然在这个部分 台北市也是首创 我们是向下延伸到2到3 所以有新的一个2000到4500的补助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谁要跟谁合 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当然有三个很重要的考量 第一个是人才政策跟价值嘛 以这三个原则为主 那如果我们在这三点上面 有共识的话 那我当然觉得这个部分是 柯市长会绝对不会说 抛弃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如果要谈现在谁跟谁合作 那不如我们先来谈一下 到底奠基 大家互相的一个共识的基础是什么